1. 正式開幕 樓處天竹等到現在有145年的歷數 可以說由我們早期 他們西班牙轉轉來到台灣 由第一代到美國時期的第二代到現在的第三代 在樓處出到第一代台灣的新婦 可以說是非常有歷數 我們2002年中華官定位的歷數建築物 2001.3年我們內政部頂著我們宗教的白金之一 無論它的建築物或歷史性 是大家來探究的 今天我們的保身文部歷史館 所展出的愛的四名工農的建築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12月17日 拜一拜二是休館 拜三到拜六 我們可以九點十二點 會保一點到四點 禮拜可以從十點一直到四點 都可以來樓處天竹等來看著我們 過去所流下來的文文 我們福星鄉有非常美的風景 不過再美的風景 如果沒有加上這麼豐富的故事 有我們的樓處天竹教堂有145年的故事 那裡面有非常多值得我們看的東西 我相信這個歷史文物館會增加我們福星旅遊整體的深度 以及可看性 所以這裡會有很多好吃好玩好看 希望大家一起來我們彰化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145年了 這個已經累積這麼豐富的文化 因為這間本來就是要做歷史博物館 現在還沒修復 這間是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博物館收集我們中博館還是我們中博 中博圖大概應該是我們中博 中博館的這些比較古老的高等的書 我們可以立刻在這裡 讓我們在這裡可以去欣賞 看到傳教士他們用一些愛心 用生命來經營來貢獻我們地方 就是他們的奉獻 這裡有驚訝我們現在的規模 透過文物史料的這些還原歷史 來講出他們的感人故事 這也是促進我們整個人類生命的提升發展 《浦興鄉羅措天竹堂》創建於1875年 至今已有145年的歷史 本次展出的古文物共有33件 至今仍保存相當良好 如天神宗是由西班牙打造的古宗 年代已有百年以上 為早期羅措附近居民生活指標 期望透過本次文物展 讓民眾了解羅措天竹堂的歷史發展 也讓後代子孫緬懷仙人的心血 有愛必留下痕跡 公益頻道林毅俊 浦興採訪報導 請收集發展 隨後期羅措天竹堂的地區